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挖掘文本背后的那些没有说出来的 但是它已然说出来的意识形态 当然这种阅读方法是比较难的 需要你掌握大量的阅读基础以及大量的阅读经验 你才能够发现那些它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因为你大部分人很容易就是陷进去了 就掉进去文本的它已经声称所告诉你的内容去了 所以说我们只是做一个理论的探讨 以后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会不断的举一些例子来探讨这些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个问题 代线与魔法 既然探讨到文学与世界关系 那么就涉及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文学与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文学与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那当然有人说文学是在线世界的 它就是一种在线 那好 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在线到底是一个什么世界 有人说这个世界是一个比如说现实生活 文学在线的是现实生活 就是自然生活 可以 有道理 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文学作品 比如像西游记这样的作品 它在线那个生活 它几乎跟我们现实生活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它是一个神话的一个作品 它不符合现实生活的规律 但是它依旧是一个经典文学作品 那么这种文学作品在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它在线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在线的是一个象征性的世界 有道理 但是你会发现再去比如说 有的作品 它几乎没有谈到什么社会现实的东西 它只是抒发人的情感 比如说之前我们说的泰戈尔 就那个那首诗就是生命成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它在线什么现实生活了吗 没有 它就是表达一种思想感情 那好 它在线的有可能是人的情感世界 有可能是主观世界 所以说你这里边就涉及到文学在线 到底是在线哪个世界的问题 我们首先谈的在线与模仿 在这部分我们谈的这个世界 指的是什么呢 是自然 自然生活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理论 于是整个西方就形成了整个的一套 就关于文学在线自然 文学在线现实生活 一整套的艺术观念和艺术理论 我们首先从在线与模仿之间的关系来谈 第一个我们先谈一个介绍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做在线 就是作为艺术理论的在线 在线是一个重要的艺术理论 或者美学领域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当然你英文单词对应的就是representation 也有翻译成表征的 某种表征 就是它是某种呈现 好 那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下 到底什么是在线 这个概念说起来没有什么太多复杂的 在线就是什么 就是外部事物就外在的客贵这个现象 在作品中的呈现 外部事物在作品中的呈现 这就是在线 那有的同学就会想 那不在线不就很简单吗 就是我呈现一个事物 对吧 那当然从日常生活经验的角度上 我们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一些 但从理论上讲很多问题 在细思的话 你会发现它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你会发现 当我们去再现一个事物的时候 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什么样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这个往往都是 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在场 比如说我们 甚至可以从某种角度上讲 可以这么谈 就是艺术之所以会诞生 会出现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事物它本身不在场 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比如说在远古时代 我到了一个地方去玩 玩完了以后 我回来跟小伙伴介绍 那个地方可美了 我去了海南玩 那个三亚那个地方可美了 但你光跟说美不行 我要把那个事物呈现给你 但那个时代又没有摄摄影机 摄像机怎么办呢 我可以给你画出来 在画的时候 接下来我就给你呈现出来 你看那怎么美 当然不同人画完全不一样 它的技术水准 它的那个画的水平不一样 于是接下来就有了高低识别 渐渐渐渐的 就会有一种人 他在这个绘画领域 他能力极强 在线能力极高 于是他就成为了艺术家 从某种程度上讲 你会发现 很多艺术都是这样诞生的 包括我们比如说文学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那语言是怎么产生的 语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也是这个事物不在场 比如说我要说 那天我看见了一棵树 我只是给你呈现那棵树 我给你描绘那棵树的样子 我因为那棵树不在场 所以说我得描绘 我得发明一套语言来去指称它 如果这个东西都 所有事物都在场 我好像似乎不需要发明一个符号去指称它 所以说在线是某种 呈现的过程 它是一个呈现的过程 但是你会发现在 呈现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它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我在呈现一个事物的时候 其实它是一定意味着 某种事物发生了某种转化 比如说 这教室里面发生了一场斗殴事件 好 我把这个事情 转告给另外一个教室里边的人 好 当我把这个教室里的斗殴事件 给转述出去的时候 你以为它只是一个 或者以往我们都觉得 它是一个简单的呈现 就如实的一个描绘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转述过程就发生了一个改变 本来是一个空间内 一个三维空间内发生的事情 但我转述 我必须借助语言来转述的时候 我就必须先说什么 后说什么 本来这件事情 比如聊两件事情 可能是同时发生的 但是同时发生的事情 我能用语言同时说出来吗 我不能 我必须先说一件事情 后说一件事情 那先说哪件事情 后说哪件事情 可能就直接影响着这个意义的表达效果 以及它的产生的这个作用效果 以及它听者的这个倾向 对吧 那么你会发现 把一个事情直接转述出去 这个在线的过程 就是一个把三维空间内的事情 赋予了一个时间性的一个一维的链条 把它以一个线性的方式呈现出去 这里边就发生了某种转换 这个某种转换当中 一定会消失掉很多东西 而且接下来你会发 我把这个问题再复杂化一点 你会发现 假设这个教室里发生了多事件 咱们全班同学都看到了 全班同学 每个人把这件事情都给描绘出去 你会发现 每个人描绘的都不一样 角度都不一样 甚至立场都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在线远不是简单的一种呈现 在线它背后 有很多的复杂性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给它赋予一些英国的解释 你要给它赋予一些 某些时间性的链条等等 那么这就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些认识和研究 那接下来我们来细细来讨论 就是在线所涉及到的几个要素 几个因素 或者影响在线的一个几个因素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在线从绝对 只要它是在线 它就绝不可能是如实的 绝不可能是如实的 它一定是有某种的转化 一定是有某种的损失 它绝对不会像电脑的复制粘贴一样 就是那么的原原本本 在线涉及到的几个因素当中 有些东西你需要关注到 因为你需要处理在线问题 在线的过程当中 肯定会出现很多的 有些东西是你关注不到的 第一个 这是媒介及其文化规定 媒介及其文化规定 首先要关注媒介 然后要关注媒介它背后的文化的规定 什么意思 当我在在线一件事情的时候 比如在线一个问题的时候 在线一个事件的时候 最容易忽略掉的一个东西 是在线的媒介本身 因为媒介总给人一种 它是透明的感觉 它好像自然而然就呈现 比如说一个小孩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 它给你转述给你 它转述给你的时候 你就觉得它说的好像都是真的 但是假设那个事件场景 场景内部 假设它有一个 比如说摄像机 或者那个监控摄像 你在看那个摄像之后 你在听它转述的内容 你会发现有差异 为什么有差异 因为两者在线的媒介不一样 一个是通过语言转述 一个是通过图像呈现 然后接下来就给 因为当语言给我们转述时 我们觉得好有道理 一二三四 所有东西 但是一看到图像 你会发现未必是那么回事 所以说因为媒介本身有的时候 经常会影响我们对这一件事物的认知 当然我在这里再多说一下 哪怕是图像呈现 比如说在另外一个教室里 发生了一场斗殴事件 然后这场斗殴事件 恰好是被监控摄像给照下来了 那我先请问的是 那个监控摄像呈现的东西 就一定是那个事件本身吗 那个真实的本身吗 我们往往觉得是是的 对吧 我往往觉得是是的 但是未必 未必 因为越是 反正我有这样一个观点 越是类似让我们觉得 它可能是真实的东西 越具有欺骗性 因为它越真实 它就越容易欺骗你 就是我们老觉得 我们经常在网上经常会说 一旦说到一个什么事件 我们经常说无图无真相 为什么呢 它背后的一个逻辑是 图像要比语言更具有真实性 因为一个图像呈现出来了 那才叫真的 一个语言呈现出来 你光说没用 得呈现图 那好 接下来图像好像是有真实性了吧 你会发现 未必 当然咱且不说PS的问题 就算是它呈现的是真的 你要知道所有的图像 它都有一个什么东西存在 画框的存在 对吧 只要它是呈现之画框 只要它以图像方式 它也有呈现之画框 那好 既然是画框 就有什么东西 可以被纳入这个画框 什么东西排除这个画框之外 那好 我就有可能 在这个里边过程当中 有选择性的呈现出某些东西 排除掉某些 我不想让你看见的东西 它的欺骗性更强 所以说经常我记得很多年前 有一个就是那个文章出轨的那个事件 就是那个什么 就文章出轨了 然后接下来你会发现 有一个爆料 爆料一定要爆一张照片 你光说不行 得有这张照片 后来我在网上一看那照片 我也觉得就老远一看 好像那个人很像文章 但好像又可以说不像文章 反正就是你觉得很像 但是这个东西 网友就觉得已经坐实了 当然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总有一种感觉 好像图像很真实 但是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对媒介要更清晰的认识 反正我是很多问题上都是强调的 媒介本身你要意识到 一个在线问题 首先意识到它 以什么样的媒介方式呈现存在的 然后再去讨论其他的问题 比如它是靠语言说的 它是靠图像呈现的 所以说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经常在 比如说知道学生写论文的时候 有同学就爱做一件事情 他处理一个小说 或者说比如说这样 他比如他研究一个小说 然后呢 他会拿这个小说 呃 就是直接拿这个电影 这个小说改编的电影 跟这个小说 就是相等同 因为他觉得这个电影 高度还原了这个小说的内容 然后他就不想太多的看这个小说 然后他觉得看了电影就够了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 他俩是不同的媒介 而且因为媒介的不同 所以说他在线的内容 有极大的不同 你不能简单的去等同 比如说这个 尤其是中文系的学生 我告诉你 比如你要看《红楼梦》 你千万不要说认为 我看一遍了 看了一件电视剧的版的《红楼梦》 我就看完 看过《红楼梦》了 啊 有同学会这么问 老是没看过《红楼梦》 我看过电视剧版的 算不算我看过一次《红楼梦》啊 我只能这么说 你要看的是老版的《红楼梦》啊 勉强算你看过一次 你要看的新版的《红楼梦》啊 算你负一次 明白吗 你还得再去看看去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媒介 那同样的 接下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 有同学在研究 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会这样 他会觉得有些东西啊 媒介 它本身它是真实的 所以说接下来 我就会进行参照 比如说吧 比如说我研究一个小说 然后呢 对这个小说 有作者的一些访谈 创作者的一些访谈 然后他找到一些材料 这个创作者既然是访谈 那么他肯定会学 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 我为什么写这个小说 写这个小说的目的是什么 写这个小说等等等等 然后他会参照着这个创作者 这个小说 这个访谈 然后来去研究这个小说 作者创作这个小说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等等等等 进行谈 当我看到这的时候 我就会追问一个问题 就是创作者对自己小说的阐释 你忽略了 它其实也是一个文本 它其实也是跟小说一样 也是一个文本 但是问题是 你把它当成的是真实 你把它当成的是真实 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在我看来 创作者对自己小说的阐释 跟自己 他的小说本身都是不同的在线 只不过他用了一个不同的媒介 一个是采用小说的方式 一个是采用访谈的方式 因为访谈的方式给人感觉 好像更真实一点 所以你就觉得它好像更真实 其实不是的 其实不是的 你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 所以说一定要重视媒介的存在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还是经常会遇到这么一些问题 比如说有同学经常私底下 或者也好 我上课谈到什么东西 他会跟我抬杠 他怎么抬呢 比如我上课的时候 对哪个作品发表的一些意见 然后这个学生 他会站在某些角度来去反驳我 他反驳的一个前提和理由就是 老师 这个作者不是这么说的 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产生 他说这是这么说的 甚至他会说 比如说我在上课堂上 我说战狼2有问题 他说老师 我跟吴京见过面 我认识吴京 他不是这么说的 等等 你要知道你跟吴京对自己作品的阐释也是另外一个在线 也是一个在线文本 没有哪个在线是绝对真实的 不要把尤其是越是那个他声称自己是真实的 比如一个影片他是纪录片 纪录片就比电影更真实吗 不 但是因为纪录片他声称自己是真实的 所以他更加具有欺骗性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媒介的文化规定性 什么叫做文化的规定性 就是你会发现 当你预先被告知了 他比如说这个作品 假如我给你一个作品 这个小说你没看过 但是我告诉你它是一个小说 或者我告诉你它是一部诗歌 你会发现你的阅读期待是不一样的 当它是小说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有阅读小说的一种整个关于小说的文化规定 比如小说要讲故事的 小说是要人物情节环境的 同样的 作家在在线一个事务的时候 比如说这场这个事件 比如还是在教室里发生一场斗殴 我以小说的方式去在线 和我以诗歌的方式去在线 因为这种在线的方式 媒介它背后的文化规定不一样 关于小说和诗歌的理解不一样 所以它在线方式也会不一样 当然这个文化规定不仅仅只限于 所说我们说的刚刚文体的问题 还有很多其他的 比如说我告诉你 这个作品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 它的影响 它的效果 在线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比如十一的时候我看电影 比如说我看《我和我的祖国》 你们看了吗 我看的时候 《我和我的祖国》里边很多段小故事 在小故事里边 有些小故事就是以真实事件改变的 比如说第一个故事 就是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一个人 就是在开国大典国旗的设计者 这样一个工程师 然后在开国大典前一夜 他经历了种种的斗争 不容易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些地方让我感到不是 而我觉得让我感到不是了 一定不是那个历史时的真实 而是导演在历史基础上进的一些艺术上的加工 比如说里边有一个情节 就是黄博眼的设计师 他发现一个小球 反正有问题 然后他需要把这个东西加固 怎么办呢 然后他就需要一些稀有的金属元素 于是接下来就经常出现 一个人到房顶上拿着大喇叭喊 当然我没有考证过 但是我觉得这不太真实 然后接下来下面的场景就更不真实 于是接下来恨不得全城的人都来到这 然后接下来就说 我给你这个给你这个 我一看到这的时候 我明显知道导演要在这让观众哭一下 而且我看到这 我一般看电影的时候都是这样 我就知道这该哭了 然后接下来我立马要回头 看看大家都哭没哭 就是我这人很讨厌 我看看大家哭没哭 然后发现大家有的开始 有些泪点低的人开始哭了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因为我要知道 我是经过有理论素养的人 我是经过理论训练 我不能这么容易 我当然知道我也看了以后 我也觉得很感动 但是我不能这么轻易的 容易的就成为老爷眼中的理想观众 我眼泪不是那么好骗的 对吧 我背后要琢磨一下 他背后采取了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让我哭 当然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肯定是导演的一个加工 而这个加工 反而让我看了就那么的不真实 就是他为了去营造这个情感 他用了一个很 就是设计了一个稍微廉价一点的 悲情一点的这个小手段 这个小手段显得不是很真实 不是那么的真实 但是你会发现因为这个故事 他宣称自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所以说大家可能看的时候就忽略了 他有可能有些地方是导演的艺术加工 进而相信这个故事 全部内容几乎都是真实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反正我当时看了以后 就明显感觉到这肯定有不真实的地方 当然有很多地方我都觉得就有不太真实的地方 但是他又告诉你 我这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你不相信还不行 你不能说 一说你就这个就不符合真实 你就不了解历史 这是很大的问题 比如说还有我这个国庆的时候 又看了一电影叫中国祭祷 这又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对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 于是接下来看里边就觉得 好像里边所有情节都是真的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不断的 但是这个电影看的时候以后 我也觉得 反正只要是我觉得能吐槽的地方 我相信都是导演后来自己加的戏 比如说里边就是有副机长跟空姐的之间 有点类似于半调情的戏码 总觉得那么很奇怪 尤其是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机长都已经那样了 俩俩人还那儿互相调情的 就感觉那么的搅柔躁坐 就那个场景我相信应该不是真实的 然后里边还有很多 尤其到看到后半段的时候 只要是音乐一起来 我就觉得完了 完了完了 他又想让我哭了 就那个感觉后面 后半部分 后三分之一处 因为我看的时候 我一直在看表 就看那中国机长 我一直在看表 我就想看他的整个节奏 整个两个小时的故事 其实这件事情本来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他讲了两个小时 他怎么讲的 然后我发现 他在半个小时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说 这个飞机就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 那个就开始破裂了 然后整个后面一个半小时 都是在不断的去在渲染 而在渲染的一个主要方式 就是在我看来 他主要靠背景音乐 这里边我告诉大家 有同学会问我 老师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作品 尤其一个电影的好和坏 当然这个很难说 很难说 但是我有几个形而下的标准 比较形而下的标准 第一个就是 艺术水准高的电影 几乎不用背景音乐 艺术水准低的 几乎背景音乐 从头贯到尾 你去看好莱坞的很多的 这个不知道 可能会得罪人 很多的漫威的电影 很多的灾难片 你仔细去听 你意识到 几乎音乐从头贯到尾 为什么 因为音乐最容易带节奏 带动人的情感 其实这个场景一点不感人 但音乐一啪一起 然后接下来那个情感 立马你就走起 然后你就不自觉就想哭 那感觉 但是真正正有水准的 不需要音乐 不需要去音乐去带节奏 所以说你就看 你会发现乐是艺术片 乐是文艺片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文艺片都是好片 就是乐往往没有什么背景音乐 所以说当然我看到这的时候 看到中国机长的时候 我也觉得 稍微有点矫情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又是根据真实事件改变的 所以接下来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觉得背后的很多问题 它都是真的 都是绝对真实的 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你被很多的 你把背后很多艺术性的东西 艺术性的问题给忽略掉了 给忽略掉了 除此之外 比如说这个文化规定性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去 举一个比较那什么的例子 比较轻松点的例子 就很多年前 大概是得有十年前了吧 有一个小说 全球流行 一个全球流行的一个小说 在中国也很流行 后来改变成电影 也非常流行 叫做目光之城 目光之城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吸血鬼的故事 吸血鬼的爱情故事 这个大家都了解 而且因为它的全球流行 于是接下来就诞生出了 很多的木迷 当时我就是 当时就有两派 有两个 一个是目光之城的迷 第二是目光之城的迷 而且目迷跟哈迷 据说不共戴天 当然现在你们好像 因为这个阵已经过去了 你们对这个已经没有兴趣了 但是哈利波特 这是我从小就看到大的 但是我虽然说 我对这个小说 没什么兴趣 目光之城 这个小说讲的是 吸血鬼的爱情故事 当时很多人 看完这个小说之后 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觉得这个爱情故事好伟大 因为它是超越了阶级 超越了种族 甚至超越了人和鬼之间 甚至没有什么 什么都没有的爱情 很伟大 很伟大 于是很多人看了这个小说 觉得这个作品很好 但是还有一批人 他们看了这个作品之后 这批人往往都是什么 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吸血鬼电影迷们 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他的反应是 这哪叫吸血鬼电影啊 怎么到最后 看到最后也没看谁咬谁啊 怎么这些吸血鬼 他从来不怕什么圣杯啊 什么大蒜啊 什么十字架啊 这些东西啊 他说这不好 这电影一点不好 因为他根本就不叫吸血鬼电影 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 因为他非常了解 这类作品的文化规定 非常了解 这类作品的文化规定 于是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好 那些第一次看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作品 好美大的 那个什么 他就知道 有一类作品叫做 吸血鬼小说 吸血鬼电影 然后他带着这样的期待 他去看 其他的吸血鬼电影 他会得出一个什么感受呢 哎呀 太恶心了 原来吸血鬼是这样的 原来都不像目光之城那样子 这里里边有 就涉及到了 你会发现 读很多的作品 其实背后有 他整个一整套的文化规定 我再举个例子 就是在 也大概也得是十年前 对 十年前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跟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那时候我上大三 在学文学理论课 我们那个文学理论课 都是大三上的 那 在文学理论课的时候 有一次老师 那个 有事 那节课没来 但是呢 老师说 下节课的时候 我没来 我来不了 于是呢 我就得 但是大家还得来上课 怎么办呢 下节课的时候 找课代表 来放一个电影 大家就看这个电影就行了 这个两节课就过去了 好 看的是什么电影呢 李安导演的色界 这个电影在当时 我们印象很深刻 当时在香港没有上映 在香港刚上映 在内地还没有上映 然后老师也不知道 从哪找到一张光盘 然后当时我们就非常激动 后来我印象很清楚 到下节课的时候 一般来讲 老师都不来了 很多学生 不就看电影吗 很多学生不来 但是全班同学全来了 就想看这个电影 而且不光全班同学来 而且同学们奔走 我先搞很多外院系的同学 也都来了 来看 我估计 我知道大家都想看这个电影 就是主要看的是 老师看的 到底是这个删减版的 还是未删减版的 然后当然就看 看完以后 大家看都很激动 当然果然老师看的是删减版的 删减版完了之后 下节课 等到老师再上课的时候 就不能勾 看完这个电影 不能光看 还得大家讨论一下 一讨论 有一个女同学 我记得我班里边 有一个女同学 特别 有点义愤填膺 就跟老师说 老师我觉得这个电影 一点都不真实 为什么不真实 他说 因为删的东西太多了 因为删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就导致 人物的内心的情感的变化 主要人物 王家之的内心情感变化 我感受不到 所以他一点都不真实 当然我在底下就想 就是如果不删的话 你就能感受得到了 所以但是在当时你会发现 这个过程当中 他背后暗含着一个什么东西 他为什么说这个东西不真实 当然我这里边有一个解读 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被删了 他才不真实 他不是真正正正感觉到不真实 那么于是他这个不真实的评判背后 他的一个前台词是对某种 就是对于审查制度背后的那种暴力的那种反抗 就是你怎么能这样 就是这样的东西都给删掉了 其实这样的东西是最能体现出人物情绪心理的 所以说实话 我也不觉得他能体现出什么心理 但是他是那样认为 他背后的那种否定是 在我看来是具有某种政治性的 而不是简单的对这个艺术性的这个评判 以及那么这种评判 跟我们当年对于洪高亮的判评判是几乎是一致的 比如当年看洪高亮的时候 洪高亮在国 大家都知道洪高亮吧 洪高亮的莫言 这个写的这个小说 后来被张艳谋改编成电影 改编成电影之后 在欧洲国际电影中获了大奖 先在欧洲获了大奖 在西方获了奖之后 然后接下来在内地上映 当时内地上映之后 很多人进去看 看完了以后 接下来很多人的反应是 没意思 为什么呢 想看的东西没看到 那看洪高亮他想看什么呢 你就知道 那这个背后又有一整套 你去琢磨他背后的文化逻辑 洪高亮因为在西方获奖了 他得到了西方社会的认可 那西方社会在当时那个年代 人们的对他的联想是什么 西方社会是什么的 腐朽的肮脏的没落的 那腐朽的肮脏的没落的 又等同于什么呢 等同于姓 等同于姓的暴露 然后当他到国内上映的时候 人们看的就是看这个 但是发现没这个 或者没那么 没那么什么 于是接下来很多人觉得 哎没意思 这个背后的逻辑 应该说是在 是潜在的 就是了解一下 这个背后的文化规定 第二个 在线的编码层面 在线的编码层面 就是文本 这个时候 你要对这个文本本身 进行研究 还是再举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当这个教室里 发生一场斗欧事件 然后有一个人 给他转述过去之后 首先你要关注 他的这个媒介本身 以及这个媒介的背后的文化规定 第二个 你要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他说的内容本身 内容本身 这个时候就要进行文本吸读 而这个文本吸读呢 就要求 你去关注这个文本背后内部的 比如说形式 结构 修词 甚至音韵等等 这是这个层面 当然 有很多内容 关于文本的解读 文本的细读 它背后有很多的方法 这个问题 我们在这就不能展开谈 我们得到 得到下一章 就是文学与文本 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我们来去谈这个问题 接下来 我们谈第三个层面 第三个因素 就在线的 一个是编码层面 最后一个层面 是在线的社会层面 就是生产机制 就是生产机制 就是指的是什么呢 从文化生产 文化消费的角度 研究这个作品 从文化生产 文化消费的角度去研究作品 很多作品 你会发现 它本质上 就是跟市场 商业 有这么一些联系 尤其是在当军时代 一个作家 他之所以要想成 他要想成为一个作家 他必须要进入到市场 就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要想成为一个作家 你首先你得写出来 你写 光写出小说不行 你还得怎么样 你还得出版 对吧 你得找出版社 对吧 顺着你联系报社 出版社 你得出版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出版社 你出了一本书 可以 出完一本书 这本书得定价吧 这本书一旦定价之后 它得放到了书店当中去 它得拿出去卖 这个时候 这本书就成为了一个商品 那好 这个时候 它必然性的跟生产消费 产生了联系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有些作品 它就是为了流行而写作的 为了 说的更俗谓 就是为了钱写作的 当然 比如说 并不意味着说 为了钱写作的作家 都写不出好作品 很多作家 都是为了钱写作的 比如说 著名的 这个法国的 这个著名的 现实主义作家 巴尔达克 他的写作 其实就是 就是为了赚点稿费 那个时候 稿费还是能够 虽然不多 但是他能够维持 他的生计 就是没钱了 写点文章 写点小说 赚点稿费 然后又没钱了 又写点小说 所以说你看 巴尔达克的 很多的小说都不长 都很短 但是写的还挺好 这个里边 但是你要知道 因为你知道这个目的 它有的时候 是为了流行而写作的 所以接下来 你考察的时候 就有些角度 可能就会变 比如说前一阵 就前两天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这个一旦生 然后接下来 你会发现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 一旦出来之后 接下来很多的人 网友都会提到 一个日本作家 村上春树 然后就开始说 哎呀 他又陪跑了一年 我在这告诉你 村上春树 是绝对不可能 获得那本奖的 他这辈子 都不可能获得那本奖的 下辈子也不可以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当然了 我这话你们就一听 万一他明年获得了 打脸了 这也不赖我 但我觉得 他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就都不要想 就是很奇怪 大家都觉得 村上春树 因为他是典型的 通俗流行作家 就是他至少在文学界 很多人把村上春树 就画度到了 通俗性写作 就相当于中国的 郭敬明一样 当然可能比郭敬明 好点吧 就是比郭敬明 稍微高级一点 没有郭敬明 那么的那什么 对 那郭敬明是典型的是 为了流行而写作 村上春树 他有他的原创性作品 但是你会发现 村上春树 在他的原创性作品之后 接下来 他就开始不断复制 自己的写作模式 一旦开始不断的复制 那这就是形成了一种 商业化 就跟生产 商业生产一样 所以说村上春树 绝对他进入不到 而你看诺贝尔奖 都颁给的是什么样的人 非常小众的 而且是非常具有独创性的 就是那种 就是所谓的 就是那种极高品位的 那种作家 所以说基本上 往往都是大家没有听说过的 但是呢 他就体现出某种原创性的 独创性的 那种艺术贵贯诗人的 那种作家 而通俗作家 你越流行 往往越不会给你 当然这类像村上春树 这个已经不是很多了 之前呢 有一个作家叫格雷厄姆 格林的这个小说 据说是 26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从来没得过 为什么 因为他的小说 写的太很多 太好看了 太多人 太爱看了 就是因为太爱看了 你为什么会写得 那么多人爱看呢 是因为你迎合了 很多人的趣味 你迎合了很多人趣味 就意味着 你接下来 在不断的创作过程当中 你势必是遵循着 某种商业性的 那种复制自己的写作模式 你看 其实村上的小说 你又有感觉 他后面的小说 基本上都是 不断的在循环 不断的是 就是都写的差不多 所以说就导致了 他的这个 不会入 这个诺贝尔奖的 这个法眼 那 当然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 比如说 那涉及到这个 从生产角度 我举一个例子 我在读博士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同学 专门研究明代文学 他的毕业论文 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金瓶煤 我一看他毕业论文 研究金瓶煤 我就很有兴趣 我说你这个文章 让我看看 你到底研究什么问题 然后我发现 他专门去研究 金瓶煤当中那些 被删去的文字 就此去删掉 百二十字 就这样的文字 那我就更有兴趣了 对吧 你为什么要研究这些 后来他不光是研究 他把这些文字 跟整个明代文学当中 尤其民间文化当中 那些文本联系起来 他发现金瓶煤当中 那些删去的那些文字 其实它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那些 说白了 那些色情场景的那些描述 都是当时那些坊间书 那些书坊的那些套话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说明代的 如果要出十本流行的 色情小说的话 有十本当中有八本 都会出现那些 删出去的那些文字 它是一些套话 说明什么 这说明 就是金瓶煤的那些色情文字 跟西元庆这个人物形象 跟潘金莲这个人物形象 没有什么直接必然的联系 因为当时这种叙述方式 已经成为了 就是一种流水线式的 生产式的一种方式 就是你既然想吸引读者注意 那好 我就得有一些色情描写 这些色情描写 已经被市场形成了 也是套话 那好 金瓶煤也不例外 也去描写这些东西 那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当我们把金瓶煤 作为了一个经典作品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四大吉出之一 跟西游水浒这些并列的时候 我们就认为 金瓶煤的所有内容 似乎都是作者的原创 我们就忽略了 它在生产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整套背后的生产机制 那种非原创的东西在里面 于是当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 我就在想 其实有的时候 比如我们看到唐代的很多诗人的诗歌创作 比如他这首诗 这首诗句非常有名 但它其实是话用前人的诗句 那么这个过程 其实当我们可以说 这其实是诗人的独创 但是你再去 如果深入到当时的整个社会生产 可能诗歌已经形成了一种套的一种流行的一种套话 所以说改编前人 画用前人的诗句 也是成为了某种生产方式 但这个时候 可能某些经典作家的经典性 它的原创性就没有那么的高 这些东西 是如果你不关注生产机制的话 你很容易忽略 你很容易认为说 李白的某一句诗就是他原创的 就是他的独创 他就是天才的表现 但是你忽略了可能他在读了大量作品之后 他很多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一种套路 就跟我们今天的流行歌词 在写作的时候也会形成套路一样 这些问题 你不了解生产机制是不会发现的 好 这是这个问题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待会再继续